不是不是不是 团座上咱 咱这就算了吧 姑娘们 给我冲啊 怎么办 上 别 团座 冲 别别别 我这儿 我这儿 姑娘们 你吃不好了啊 你吃不好了 快点快点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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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长官 怎么了 别别别 别动 团座 这兄弟 上两坛子好酒怎么样 没问题啊 来两坛好酒 快 上两坛好酒 来 上酒来 来 这辈子太小了 咱换大碗如何 换大碗 快 拿两个大碗来 既然玩 咱就立个规矩 凡是在这屋里的人 先跟我干了三大碗以后再说 谁不干 我就一枪蹦了他 怎么样 团座 好 今天就听我兄弟的 来 来 给我记住了 只准用刀和斧子不能用枪 对 算了 一滴都没剩完 老弟啊 你可得说话算数 好 我 请 这位长官 公英教我照顾着你了 快点 来 长官我去 kidney 警教我好 你得老太 我去 快去 快去 我去 快去 这位 这杀了性格呢 这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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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还不是因为抢布的事吗 当官的怀恨在心 想来明的又怕弟兄们不让 就来阴的 程上官 这么跟你说吧 天下的武装都一样 当官的心都一样黑 老哥 如果你愿意的话 跟我们心思军干吧 我的命是你救的 以后有什么事一句话 我葛存金水里火里跟着 大哥 都是那姓车的捣乱 他一插手 葛存金杀了我三个弟兄 难受啊 我也难受 大哥 当断不断 逼流后患 这个当官的 那当兵就得做了 这算什么呀 好意思 竹 别丢人了 有本事啊 想拼命啊 下回 我让你带着赶紫这个通风 醉话 刘长官 这酒可不能这么喝呀 怎么的了 好家伙 端着枪逼着我们家姑娘喝这么大一碗酒 那菜还没上呢 我可告诉你啊 我们姑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可是吃定你了 我们郑团长喜欢你们姑娘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拿枪逼着喝酒呢 不可能的事 刘长官 这明天一整天我都接不了课了 你肯定陪我啊 刘长官 行了 别这么烦我了 别烦我了 李先生 我检查过了 上面涂了阻染底 我 怎么 怎么会呢 我正要问你呢 我不知道 要么你装傻 要么你是死监 在你的那份情报指引下 三十一团真的造反了 还攻陷了净水现成 这就证明我讲的都是真话吗 三十一团真的想造反 还是被逼无奈呢 吉先生 三十一連隊が 紳士軍側についたのは 上海の中央軍から漏れた情報によりますと 王政英が討伐に乗り出したからだそうです しかし何分 状況を左右する変数並びに不確定な要素も多々あるため 断定はできません しかし 相手は誰かと言うことだ はぁ 相手は誰かと言うことだ 整件事的最終受益者是誰 誰かと言うことだ 应该是国軍吧 否则没必要花那么大力气 所以 你要搞清楚 嫂夫人和令公子 正在来上海的路上 放心 不一定 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施念先生 恋爱赶来有回尖叫的 我们小林氏团长 对三十一团的方便 有疑问 他认为 三十一团的方便 与国父的出租政策 不断息息相关 换句话说 国民政府也洗中了 中央军方面的反戦记 逼迫三十一团投靠行事局 三十一团真的加入了中央军序列 和我们展开斗争 岂不是更具打击 我方势力的力度吗 嗯 曾如一生三所言 现在我准备 把姬某人放回去 他的家属必须留在这儿 我们只有 了解了他们真正无敌 才能够预防未来啊 鬼子来了 快快 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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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官有 好多鬼子 有多少啊 黑压压的一片啊 去把曾三母和一鹰长长来 是 保持射击位置 没有命令不许开枪 是 怎么样了 初长官 你怎么来了 我琢磨着 小鬼子就该来了 不是 我在下面碰到你的传令兵了 我觉得 你有一种战场的直觉 别夸我了 用用 来的人不少啊 怎么着得有两个中队吧 差不多吧 我觉得有点奇怪 怎么了 这小鬼子呀 擅长的是夜袭 怎么现在他们 舍长取短了呢 什么意思啊 你看啊 对于小鬼子来说 攻打净准县城 最方便的办法 就是夜袭 他们通过火力支援 火力掩护 可以 直接地攻进城里 当我们发现他们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跟他们打相仗了 有道理 车长官 你对日本人的作战样式很熟啊 这还不是打出来的 左参门长 嗯 我觉得鬼子呀 好像在等什么人 等人 等谁啊 刘易江 刘易江 车长官 我准备调一营登城防守 我觉得你最多调一个连 人上的越多 越容易遭鬼子的炮轰 剩下的人 在城下 隐蔽待命 养精蓄锐 最重要的是对付刘易江 车长官 目光如俊啊 皇甫毕业的吧 兄弟是皇甫十六起的 我没善过什么军校 不可能 以你的观察力和军事素养 绝对不可能没善过皇甫军校 是不是不想认我这个校友啊 我真没善过军校 如果说善过的话 我最多善过两年的军事司书 军事司书 请问尊师是谁 姓方 上昭夏武 方昭武 方司令 对 他就是我的老师 我曾经跟他干过两年的军事参谋 他是手把手交给我的 你说 这算不算是军事司书啊 方将军乃名将 名师出高徒 的确非同凡响 车长官 以后作战还请你多多指教啊 小林 你是个乌龟王八蛋 啊 这当官的 还不打宋礼的呢 你的娘的官拜中将 连这点规矩你都不懂啊 你打老子 老子给你的密码 你就拿在这么心安里的呀 强盗 那个不懂规矩的强盗 就成这条啊 老子也跟 新四军干了 你这娘的 咱不着吧 可真是 好 靠泽 能不能 裂开了 好好休养 别太担心了 已经向眉山镇方向 派了探头 也加了警戒哨 拜托了 拜托了 喝点水 日军的反常举动 让车道宽吃不住 如果刘一江真的打过了 静水县城到底能不能守住 车道宽想着 不知不觉 走到了电报室门口 两个中队 四百多人 行了 别哭了 好什么三个 会不会 能躲过这人轰炸 就算捡回半条面 爬去 咱这儿有水吗 出什么事了 鬼子来了 正在构筑公式 大概有两个中队的兵力呢 长官 茶炮好了 谢谢 这是什么茶 玉柔春 长官 长官 你有心事 乖了 真他娘他乖了 要是今天打起来 我万一出了什么事 你就用鸣码 往我们那边发风电报 跟他们说 我车道宽 直觉是拷不住的 我们那边的发报员 是我的一个小妹妹 她会把这个意思 转给方司令员的 好 走吧 我 长官 我请你 喝完这杯茶再走 我心里不踏实 还是去城楼上看看鬼子吧 鬼子既然来了 就不会轻易的走 我想请你在这儿 把你的心事想清楚 你若想不清楚 我也不踏实 我什么心事 军务警急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到电讯室来 我要跟我的上级进行联系 借口 不 我不是那意思 我来这儿 不是因为你 我也没有那个意思 我还是走吧 电讯室有你最熟悉的东西 是什么 我不知道 原来你会在哪里 思考比较重要的问题 司令部 你们新资军的司令部 是不是跟电讯室在一起 一般是 你要找的就是这个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的是这个 可你还读过大学呢 这是最基本的心理知识 不是 我这大学不是没上完吗 况且我学的是数学 又不是心理学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 他自己非常熟悉的环境 去思考问题 只有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要觉得有安全感 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思考问题会非常有效率 快速 准确 但是我现在真是心神不宁了 说出来 我说给我听 看会不会好一点 我呀 一遇到危险 我就感觉有一阵冷风 从我后面吹过来 有时候还会听到打爪子的叫声 打爪子 就是老虎 可是今天真奇怪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那日本人他就在城外 这种感觉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小时候 我老爷带我上山去打猎 我老爷可是那一片有名的猎人 我们在追踪一只大爪子 可追到半路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后脖更能发冷 我老爷告诉我 这大爪子可能就在附近 老爷说了 我是天生的猎人 至此之后 你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 都有这种感觉吗 没错 你看 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的时候 一推开门 我就觉得不对劲 那次正好是刘达带着他的手下 想要暗算我 你这有感觉失误过吗 还没有 长官 我请你相信自己的直觉 可是你瞧那鬼子 喝茶吧 喝一碗这杯茶 就去按你的直觉办事 可是这关系到多少人的生死 我相信你 相信你的直觉 即使有事 虽死无憾 不一般 你可真不一般 你真不是个一般人 谢谢 哪有这么何必落沉的 吐包子呢 真沉得住气啊 还不久 看来真让车长官说准了 参多 他们最好是别进口 咱们冲不了多久吧 岂止是冲不了多久啊 等刘一江的部队一到 等着准备自尽的手榴弹吧 新人 鬼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也不着急 没动静才好呢 好什么 刘一江一来 两面加急 你这郑水线真守不住了 我错走一步 组成了今天的大货 你现在来了四百多个要命的 曾兄啊 名人对不住你 那个辛子军不是挺能打的吗 他跑到哪去了 车长官 要是带一个赢的辛子军来就好了 只要给他们换一下装备 那就是下山的猛火 你要我一个营的装备 我还舍不得呢 什么时候了 你还小命不小财啊 你个拓财主 在我们老家 你这叫土鞭地主 你个小日本 他娘子 吃饭去 昨天都吐空了 吃一顿 算一顿了 吃 承信 认证 统治们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 吃早饭了吗 没有啊 解散 吃早饭 你 进来 解散 鬼子在城外构筑的攻势 那是骗局 现在不是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的部队不能轻易动 那鬼子打过来怎么办 那我们就打回去 给打他一个反击啊 我现在有一种直觉 你让战士们 做好轻装前进的准备 只要时机一腾手 我们就掏他刘一江 到老窝去 现在刘一江 才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 你相不相信我的直觉 你能跟我说一说 这道理吗 直觉哪讲什么道理 凡事总有道理吧 你说呢 你也去吃早饭去吧 对 来了 来来 快做小吃 这包子做得太地道了 车掌柜 明人觉得没指望了不想当饿宿呗 难道你也觉得没指望了 我已经命令郭世文连长 准备轻装前进 我们新四军还打出阵 不信 不信欢迎您前去光临之导 明人 明人 有车掌柜在 咱们三十一团就能死地求生了 我就看好车老弟吧 等吃完饭之后 我就发给你们每人一把匣子枪 二百发子弹 不过我们事先要搞明白 这城外的鬼子到底要干些什么 没错 不然咱部队一动 万一被发掘 就将队伍置于死地了 嗯 郑团舟怎么没来 喝多了还难受呢 有车长官在 他来也是个摆设 我说 鬼子有点意思 怎么 莫非有价 你们看看 现在是什么天 你再看看鬼子穿的是什么 是 羽衣 大热天的穿羽衣 左参门长 命令炮兵 轰击鬼子的阵地 是 你看看 日本人也懂得去这旗帜 小老兄 你真行 疯犯吗 我们该出击了 全出发 一个小队 就一个小队 把我们吓得从早上到现在 有贴劲啊 如果鬼子再来这一手 那可就是玩真的吧 那可就是玩真的吧 兵法上的真假虚实啊 你应该去问问咱们这个团座 他下一步想怎么办呢 困兽进口现成 终飞两侧 大刘一将才是出炉 嗯 什么 一个小队 就一个小队 我看得清清楚楚 现在是攻打刘一将的 最佳世界 我哪儿都不去 我就在这儿待着 这净水县 是我的龙兴宝地 那如果刘一将打过来 鬼子天平夹击 你怎么办 只要日本人不出手 我还怕得个刘一将啊 你怎么知道 日本人就不会再来啊 很简单 日本人 就是给刘一将一个面子 意思意思 要不然 他怎么就就派一个小队呢 日本人 如果派来两个中队 还用他刘一将啊 他日本人不会自己打吗 动脑筋想想 你再反过来想一想 小林那是什么人 那号称是江南最有才华的将军 他那么有才华 为什么不动我的进退心 所以说 打过来的 只能是刘一将 你呀 好好给我订队那个老小子就行了 差不多了 收兵吧 非好 收兵 你看啊 让林阵脱逃 我分杀他几个不可 是什么不对的 堂这儿堂 堂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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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这个 我看住了 谁敢跑就地扔马 混蛋 简直就是他妈混蛋 你怎么把部队解散了 不打刘易江了 打个屁 在追击日本人的途中 出现了逃兵 啊 怎么回事 我本想打退了鬼子 趁势就端刘一江的老郭 然后咱们就可以进入根基地了 这下可好 气死我了 真是气死我了 老丑 咱们拿这号队伍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怎么应该庆幸 我应该庆幸 我见到了刘一江 我要跟他握手 我要热烈地握手 热情地拥抱 我要感谢他 处处紧逼我们 我要感谢他卡在了梅山镇 我要感谢他阻止我们 带领三十一团 进入我们的根基地 你还跟他拥抱 你还跟他握手 可他会不会一枪打死你 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们率领三十一团 攻打这净水县城 就是一次很大的冒险 如果把他们带入我们的根基地 那才是最大的危险呢 第一 他们不会搞好群众关系 第二 打起仗了 扭头就他妈跑 你说我们的根基地 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根基地就完了 一点都没错 我说呢 这国民党 为什么不要这三十一团 为什么硬塞到我们的手里 因为他们早就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三十一团 这上上下下是什么样的嘴里 那现在怎么办 老郭 你说这国民党 是不是就这么想的呢 怎么想的 把三十一团 塞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让咱们 把三十一团带到根基地 然后让他们进行破坏 这也太狠 太毒了吧 三十一团怎么办 让他们先待在成立吧 然后呢 不 不知道 说眼下的事 这逃兵怎么处理 四十个人一起拉出去枪毙 说实在的 我舍不得 这都是咱三十一团的本钱哪 咱要是没了这些本钱 拿什么手咱的地盘 再说了 罚不择众 是啊 临阵脱逃不枪毙 那什么最枪毙 真静 以后这兵怎么带 不如现在拆火 不说二位 你们别上火 我话还没完呢 这事呢 不解决也不行 全团都看着呢 这样 我做个合适了 五十军棍 行了吧 团队 五十军棍打不死也活不痛快 还得出钱出药给他们养伤 团队 现在大力当前正是用人之计 你看能不能 少大点 大力当前 杀伐决断更不能有丝毫犹豫 临阵脱逃五十军棍如同儿戏 没有军纪的部队你更带不住 曾兄啊 对 枪毙 通通枪毙 用金枪枣 不然不足以震慑军威 坐车伯长 你听 你看看人家新四军 军纪整肃令性禁止 你要的是那样的军队 只有有了那样的军队 你才是一方霸主 否则你人再多也是个广杆司令 老曾 多少大帅军长 昨日还是兵马上门一旦战败 数刀护森赛 这东西是你经历过的呀 前车之鉴不远 何取何从 你自己做个决断吧 我的意见也不会变 不是 兄弟 你看见了吗 他们如此坚决 我也没办法 大哥 这两个人都是军校出身 没当过大头兵 他们就知道军法从事 根本就不了解 当兵的心里头想的是个啥 老弟 你是咱三十一团的张义德 可是小左老曾 他们是庞统诸葛俩 咱们少不了啊 大哥我跟你说 兄弟 我知道你为我好 这样 你在高高手 我想八十军官 他们两个 该回新转业了 没准新自军能有办法 你说我们新自军 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 你说咱们处理 按照战场纪律 逃兵一律强毙 四十来号人一起枪毙 那军心怎么办 军心肯定就涣散了 下一次在战斗当中 逃跑的人比这还多 这队伍就垮了 我们的任务怎么完成啊 那咱就不管了 一切交给证明人 看证明人怎么处理 我告诉你他怎么处理 他会坐山观虎斗 把一切责任 全都推到咱们的脑瓜顶子上 老车 你说咱俩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只请教一个问题 逃兵的问题 新自军怎么处分逃兵 逃兵分很多种 临阵脱头 枪毙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 曾参谋 村长官 这些逃兵破坏了 突袭刘约江的计划 给整个部队带来了 不可估量的损失 也许就是因为他们 三十一团会遭受灭顶之灾 以致抗日力量就此毁灭 他们罪责难逃 报告团做 征探报去了新四军那边 现在还在那儿吗 没联考员的功夫就走了 不过 左参谋长又去了 过去 是 三十一团 没他妈一个好东西 我去抓逃兵 回来却不见了车长 我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有想好 处理的办法 现在想好了吗 没有 我感谢你对我坦诚相见 但是我对你的回答很不满意 左参谋长 我车道宽 真没有处理过这种事 如果说 新四军这边出了逃兵 车长官你怎么处理 就地枪决 这就对了 看来我们的军纪是一样的 想当年 宋太祖赵匡印领兵打仗 用宝剑 将不肯出力的军事的帽子上 做下计划 一仗下来清点人数 将不肯出力的军事 全都拉出来沙头 从此以后军危震舍 自此两军交战 军事无不死战 三十一团现在就是这样 如果不杀人立威 约束部队 这个兵带着 我想谁心里都不踏实 报告 说 报告团作 左参谋长出来之后 刘团副驱见车长官了 他真决了 是 看见我还踢了我一脚 真是时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人刘达这靶兄弟 都是干拔枪头的事了 可一下差四十几个人 你们就不怕 那些当兵的 在背后打你们的黑枪啊 曾兄 走参谋长 这么巧 你也在这儿和谈 来 请坐 好啊 新子军那边怎么想 当然是枪毙啊 没办法 我这也是职责所在啊 曾兄 我不明白的是 你和正团作是朋友 你坚持处决逃兵的目的是什么 我要三十一团 抗拒 我跟你们不同 三十一团投奔新子军 是无奈 是生存所迫 我在进入三十一团之前 没有幸免之用 大不了霍参谋长给我穿上小鞋 我冒了沙徒之罪来三十一团 就是抗日的 但明人现在想在这儿做土皇帝 我就要江铁军 整顿军纪 不然三十一团走出净水县城 就散了 兄弟是个粗人 生性粗也不学无术 所以 以前有对不住车长官的地方 还请您见谅啊 刘谈树 是为了逃兵的事来的吧 我知道 曾参谋 左参谋长都来过 所以我不能不来 那 刘团副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请车长官给兄弟们留条命 军法无情啊 郑团长是什么意思 他是两边都不得罪 双手祸兮泥打五十军棍 我知道 贵军治军仁慈 军法合理 所以 我请车长官您出面 给兄弟们主持个公道啊 刘团副 真信得够啊 信得过 信得过 信不过我就不来了 那就 有劳车长官费心了 兄弟告辞 行车的 你小子也有今天 你敢枪毙这四十几个人 就会有人在背后打你的黑枪 证明人能恨死你 你不处分这些逃兵 左渔坤增逞他们 就会跟你离心离德 你敢跟葛村金一起杀我的把兄弟 今天要你好看 呦 二位长官都在吗 情况怎么样 没事 当着曾三不说 主导逃跑的是齐连夫 他是 刘达的把兄弟 我知道了 你忙去吧 是 刘达该死 曾兄 咱们三十一团 是四两八柱凑起来的 一营听我的 三营听刘达的 二营长没有大主意 就是隋大六 炮营和警卫牌 那是正团做的看家本钱 证明人就是在这四根柱子上跳舞 现在三营大部分都已经成了咱们的敌人 三十一团 现在就像是内部被白蚁住了窝的朽木 想要挖掉烧掉 现在正是机会 机会 已经给信四军了 但愿他们能抓得住 你们可以做到的 这个地方 现在就会变成了咱们的 很紧张 因为这两个事 我现在就会给你 消灭的 这就是 这就是 我们的一个事 我们的事 因为要是 能够到 在这些事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是 没有事 是 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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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要对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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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